2月20号 田恋业一倩夫妇在北京出席的某活动 当天业一倩身着一条黑色条纹套装 竞选干脸 老龙田亮则是帅气西装 生死实在 剧队的爱夫妻在台上可是净撒狗粮 下了台死玩妈 还跟大家讲了今年情人节 亮哥的浪漫计划 只不过这个计划出了点bug 这一次今年的情人节 他在上海出差 然后呢 他可能就是让北京的朋友给定了花 他就偷偷地就是交代家人 要把花放在大门口 我一进来就能看见 但那天呢我就特别不巧地 突发奇想地想从车库的门进去 就没有从大门走 然后那天晚上呢 一天我都没有说到花 心情就不是很好 虽然花没送好 但是足以看出亮哥的体贴 不作为一枚傲娇的气管员 当记者问道 最近拍起的亮哥 如果和女演员拍亲热戏 会不会跟家里抱贝的时候 亮哥明显方了 我们的动作好像还行吧 没什么亲密动作 他自己会自动 他很自觉 所以他会去跟那个导演 或者是跟编剧商量 能不能这场戏 这都什么时代了 对不对 至于霸气的夜线 没问他会不会看老哥演的电影时 夜线觉得说会看出尴尬症 其实我很少看他的戏 我觉得看的会有 就是很尴尬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尴尬症会犯的那种感觉 会跳戏 你看了以后我的电影 也许票房能过瘾 就差我那么一票 所以就过不了意是吗 最后当记者 想让亮亮给森迪森玩老婆和自己 这一家人爱颜值排个名时 冥冥之中 可能知道自己会垫底的亮哥 拒绝了排你的请求 这问题过 谢谢大家 我告诉小白 哪里能买个甜亮牌老公 想抱一个回家 报答